冲绳地区的野生宝可梦这么多啊 没事 我不用区分毒舍 是舍我的老婆 你怎么还跟着躺着呢 我不躺 没事你回来吧 今天要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 我先要买双拖鞋 梁小玉说 我穿的跟绑的有什么区别 可我也没光着 今天去坐船 如果走路要三十分钟 坐车也要三十分钟 那肯定走着 看看日本为了每家每户 都有充足的阳光 把房子造得跟碉堡一样 这家一户建 直接门口加了个球状 牛逼 我称之为赛博工业风 这个把赛博两个字取掉 冲绳的鸽子都他蛮纹身的 这会多吗 家家户户门口都放着了 当地人叫他世子 这段小路让我以为 我走进热带云里面 最后上船之前 吃点东西 饿死了 日本的赛百味感觉 比国内还挺 哎呦我猜要迟到 给个机会 还好还好 赶上了 前表 上船 两个教练 出发了 我们经过一个多元的剪辞训练 反而变得更好 教练给我们掌握如何保护的感觉 我的日语不够不够用 开始吧 开始吧 这么刺激的吗 我还以为我们就是冲了来 等待的过程中 发现船头的风景 这边是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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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好像还有一根美机上的 一步流程 我已经起飞了 当然我想 无处安放的 脚都不安装 我发现 其实也可以躺 你可以躺着 成功返回地球 接下来要进行水下作业了 游泳我会 水好凉啊 凉死我了 我下不去了 泡澡的时候 我怕水沧 下得比别人慢 游泳的时候 我怕水凉 也下得比别人慢 我第一次付钱 我发现 把头放到水里 然后用嘴吸气 是如此的艰难 下水带来的条件反射 让我觉得 在水下吸气 我就隔屁了 慢慢发现 身体习惯 可以随意把头 埋在水里了 这是帮我们拍摄的 大哥大姐 接下来是喂食时间 当我发现这些鱼 离我真的非常近 我开始尝试钓鱼 结果是 我的全面败背 第三个项目 是这个 不知道叫什么 眼睛进水里了 正不开了 属性完毕 工作人员回收船了 起航回家了 我靠连船上 都有温水充PP的按钮 吃饭了吃饭了 能不能给我抓个Minecraft 就看你 这是个啥 冲绳的假面英雄 孔子 给你帮我 求你 我来拿一个 比较快 对 我来难一点